如果这个假期的话 他可能一年都回不了一时间 好 谢谢王教授 到底你们这边在研究这个假期的时候 有没有论据来证明 就说这个小假期跟黄金中来比较 到底他这个拉动内需上来讲 真的有数字差别吗 我觉得小假期呢 他主要是把休假的人分散了 分散了 从理由的角度来讲 这个去年实业 今年春节 就说明什么呢 这个短途的理由的人 一两天 特别是一天的 就是一日游的 大量增加 占大概80%以上 甚至90% 长途理由的 也就是10%到15% 这是个趋势 不仅是中国如此 全世界也是这样 那个经典春节的数据 长距离的下来了 大概只有一天的比较多 为什么 为什么下来了 很简单 巨大多数人的需求是短途需求 错了 大家不愿意春节 你出去搞这么拥挤的活动 不愿意受这个肝脏 那5月后这个不拥挤呢 如果5月放假以后 拥挤不拥挤 分散了 你这对你说的 来我分散了 我请第三排那位戴眼镜的这位 外球公帝给大姐 热掌声欢迎 我反对您刚才说的那个话 要是有机会 有时间 这个经济条件允许的话 我们都愿意做长距离的旅游 这是愿望 但是这个不是什么愿望 我自己的实践就是我利用三年暑假的时间走了17个国家 这个没有什么 第一年的时候去西欧11个国家 用了半个月时间 第二年到北欧4个国家 第三年就是去年 我用暑假的时间到了埃及和土耳其 我觉得有时间 而且也不是你想象的这么贵 我想要说一下 我作为老师 我跟你一亚 我也是每次假期出去 像这样的能够周游世界的 还有像这一年想回几次家的 这都可以理解 如果说从个人的这角度来考虑 一年你放几个长假没问题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要13亿人 要13亿人 为什么一定要集中在五一十一和春节统一放假 你可以寒假里面说 为什么要让大家都在这一个时间里面 我们现在没有说集中在统一 就算是有10%的人 你现在是讨论是长假还是长假 就算是有10%的人要出远门 为什么要让90%的人都要赔着放长假 而且在同一个时段放长假 这个比例是没有依据的 这个比例是零意想 来我想请问长假的嘉宾 有没有愿意来支持蔡静明教授 愿意帮她护毫的请举手 强烈支持她的 好 来请第一排这位小姐 第一排这位小姐 请热烈长生欢迎她 大家好 我是人民大学的学生 然后我非常高兴地来到这个现场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开始是赞成那个蔡教授的观点 但是我现在还是赞成 然后刚刚主要是听到那边那位先生说 由于那个探亲假 于是觉得我挺感动的 因为她的那种思想 但是我就想 为什么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 集中在五一十一和春节假 我觉得可以 是不是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政策 就是不同职业的人 不同地区的人 可以错开放 比如说我们三月一号 三月七号 北京地区 天音地区放 然后五一 就南方的人放 那这样的话 又可以满足大家对长假 对探亲假的要求 那么也可以减缓压力 对环境的那个保护也会好一点 你看后面那位大姐的表情 你看到她 来大姐来说一下 大姐是严格反对的 我想说几句心理话 我在年轻的时候 在四川工作了十几年 所以我对那个地方非常有感情 当时是三线工厂 后来我上了学 到了那个学校工作 多数年以后呢 就是比如说今年吧 我安排的是什么 有一趟国内游 就是到四川 第一是重新呢 到我工作的地方看一看 第二呢 就是回馈一下四川 我到四川去留 花一些钱 对四川人民也是支持 对我来讲呢 也是个好事 所以如果再重新回馈的话 你今天一定会再去 今天还要去 就地重游 我想问一下这位女老师 我也是老师 你也是老师 你有暑假出去 我跟你一样 我在暑假也是 全国全世界到处跑 但是平时 你愿不愿意 五一十一 你跟着大家一块 去挤火车 挤峨妹山 你是愿意不愿意 我愿意 春运 还愿意 大姐 我发现你没有了解他的意思 他在约你 平常的时候呢 他给你一块去旅游 可不可以 王老师他说 我们老师有暑假 所以就不要五一复去了 就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大都认识 没有暑假的 但是有没有关键点 真正的关键点 所在在个金融危机的时刻当中 是饱饭碗重要 还是假期更重要 在今天的两会谈判当中 在今天的两会召开当中呢 还有一位代表 提出了更劲爆的内容 到底是什么 休息片一个 请他来到我们现场 待会见 一个企业在金融危机时期 因为带薪延价 这个部分的取消 而让这个企业活了 那本身就不该死 也没有多少人 去申请法院 强势自己 为什么那么多年 我们的政协委员 我们的人大代表 我们的专家学者 没有人去呼吁 把这条卡率落到实处 我们能把这些问题 一上来呢 当这个事情是好事 一虎一席谈 争论更加精彩 欢迎回到 一虎一席谈的现场 又有两位嘉宾 加入我的PK大战 首先我们接到 在我左手边的 热带掌声来 欢迎是 广东省政协委员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 王泽楚 王大哥 欢迎您 在我右手边的是 北京人通四海国际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杨宗华 杨董事长 欢迎您 这一次的两会当中的 王远云有一个提出 应该暂停 代薪休假 尤其在这个金融危机的 这个时刻当中 是不是你是认同 这样的说法的 我觉得在 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 我们应该就强调 就是说 不要增加企业的负担 我们也主张 就是一般的企业 都应该按照国务院的规定 来落实这个代薪廉价 对不对 那么落实这个代薪廉价 原来没落实 你落实肯定要付出成本 那么在金融危机的情况底下 那么原则上 大家都是宁可是要饱饭碗 因此他要有工作 有工作的时候 那么就是一份工作可以两人干 在最困难的时候 英国都曾经提出过 一个礼拜工作三天 等于说一个工作分成两个人干 实际上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要认识这个事 他们所谓缩短工作时间 实际上是在减少他的收入 就像斯瓦辛格在加州宣布公务员 今年开始每个月要多休两天 无薪假期 无薪假期给他多休两天 实际上就减他的工资 减他的工资 所以因为因此呢 我们觉得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考虑就是说 要减轻企业的负担 使得帮助他们度过 共度难关 好 又来了个资本家在我旁边 杨董事长 刚刚两位都说了 都是为了资本家考量 都是为了企业组考量 都是能够减负的 可是看来你站的位置好像是反对的 我就想反过来问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我是做中小企业管理基因研究的 那我本身也是中小企业家 那这个问题的暂停 真正对中小企业减负了吗 我们从实际研究的答案结束 不仅没减负 而且对企业的发展是一种阻碍 把实力举出来 我举出几个观点 第一 代薪延价这部分成本 在企业本身的经营当中 它是微不足道的 可以说是飞水车薪的 也就是说一个企业在金融危机时期 因为代薪延价这个部分的取消 而让这个企业活了 那本身就不该死 如果因为这个代薪延价这一部分 它就死了 那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 没有这个事情 它本来就该死 它本身也会死 我们现在提出很多问题 都是伪问题 我们在舍本注目 我们在搞的是芝麻小级的事情 没有真正去考虑 今天中小级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在哪里 我们都在讲 需要企业和员工 共同去度过这个危机 怎么去度过 我们员工可以向员工们呼吁 现在是金融危机了 大家应该理解企业家 能不能少修一点 不要提这个代薪延价 我觉得员工你可去呼吁他 甚至员工也可以提出 跟企业一起过冬 锅里有了 碗里才有 但是你不能说员工放弃这个权力 企业家就应该可以放弃这个责任 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 这一件事 但是这件事情跟这个福利上的问题 没有必然的联系 本身也有那个事 对不对 但是呢 就是说你在落实代薪延价的时候 是增加了企业成本 这是肯定的 这个王老爷 你说到企业增加成本的问题 我们做企业的当高管都很清楚这句话 那休美修的老板之前说说 你自己要休息也没人管得到你 其实根本管的问题是什么 是基层员工 真的是这帮人 那这帮人的工资有多高呢 我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老公委员请说 现在的问题是 是工的这个工资成本 在我们整个企业成本里头 占的比例就很低 在GDP里头占的比例也很低 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从原来工资成本是GDP百分之四十几 降到现在只有GDP的百分之八